我們會給你一個無菌的容器 那一般來講正常的精液大概是 2-5cc 當然也有更少的 還有更多的 那都是屬於不太正常的 精液的話在室溫下大概半個小時 它就會異化完全 那如果超過這樣的時間 它也是算是一種不正常 然後我們就會取少量在技術盤上面 那那個技術盤是特殊設計的 它把蓋波片蓋上去以後 它只允許一隻精蟲游過去 它不會有兩隻精蟲重疊在一起 我們現在如果用電腦分析的話 它一樣可以算出 它一定的面具有多少的精蟲 然後它多少的時間裡面會有多少距離 可以算出它游動的數量 那精蟲的形態 可能在臨床上會看到很多 比如說雙頭的 雙尾的 或是頭部很齊形怪狀的 那這些都是屬於不正常的形態 正常的形態 它有一定的大小跟長短 那如果這些都檢查完了 那你更進一步要去做所謂的 精子結合力檢查 那是另外的一個撥片 它上面有所謂的玻尿酸 結合在上面 那你把精蟲加進去以後 如果是一個成熟的精子 它會跟玻尿酸做結合 它的尾巴還是會擺動 可是因為它頭部已經跟玻尿酸結合了 所以它只能在原地動 那如果說 它能夠游過那個玻尿酸 表示它沒有辦法跟玻尿酸做結合 那那些的話就是 不是成熟的精子 那我們會去算它結合的比例有多少 來判定它是不是正常 針對一些嚴硬不明的補印症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做 輕易的碎片化檢查 一般來講其實DNA碎片 會跟它的 跟它受精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但是對流產力是有很強 你有時候檢查所有的都正常 那為什麼它補印 或者我們說它很容易流程 不知道原來 那其實是跟DNA碎片是有關的 因為精益分析 相對於其他的不印症檢查來講 它是比較容易著手的 也比較容易知道它的結果 到底好不好 所以第一步 可以先從精益分析開始 GP